防御冠状病毒,孩子们,你可以这样做。 早上好呀,小刺猬,今天你想玩什么呀? 哇,妈妈快看,好美呀! 你的口罩准备好了吗? 把它戴在脸上,就像这样,固定好,完成,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。 出去玩儿咯! 哦,记得不要舔手指哦! 也不要挖鼻孔! 不要揉眼睛! 也不要用手在衣服上到处摸! 每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,我们都要牢牢地记住这四个不要。 这样,当有人打喷嚏、咳嗽或者感冒的时候, 我们就不容易被传染了。 该回家啦! 让我帮你摘下口罩吧! 脱掉鞋子,还有外套。 然后,我们用肥皂洗洗手,洗洗脸。 进屋咯,一家人都在屋子里呢。 让我们互相关照,共度欢乐的新年吧! 请记住哦,除非爸爸妈妈允许,否则千万不要出门。 爸爸妈妈们呢,不到万不得已,也千万不要出门。 如果出门,一定要戴口罩。 还要记住在外面不要摸你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耳朵。 回到家的时候,要让爸爸妈妈帮忙脱下外套、鞋子和口罩。 然后,马上洗手、洗脸。 最后,新年快乐! 感谢Emily Marshall的精彩故事,也感谢翻译的小伙伴们。 我是黄小安安,祝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新年。 再见!